別人吃什麼我不管 但是我們家一定要吃肉 否則我不開心 好了好了 你不吃就算了 但我決定我吃素了 不行 你是我老婆 當然要聽我的 不要像一般人那樣迷信 有誰上西天 有誰見過佛 你 因著被人騙 再說 我們兩個人用一個鍋來煮飯 如果你吃素的話 就要分開兩個鍋來煮 多麼麻煩 你放心 我知道怎麼做了 不會影響到你的 告訴我 總之我要吃肉 做我老婆的話 就要煮肉給我吃 天貴 給我聽清楚一點 我要吃肉 天貴 唉 茶禮了 什麼 你老婆要你吃素唸佛 什麼 老婆吃素 老菜 這次你就省錢了 你走開吧 關你什麼事 不能亂說的 還不是 不過 她真的很認真的 好地地 吃什麼素才可以 那就是迷信 唉 說什麼 吃素唸佛 可以上天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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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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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西天 唉呀 反正就是 死了之後做神仙 那樣啊 我也聽說過 唉呀 我老婆這份人實在太老實了 又沒有讀過什麼書 鄉下人一個 很容易被人騙的 照我說呢 說不是 她更邪 不會啊 喂 不會啊 我看她吃素 沒什麼不好啊 城裡面很多人都吃素的 唉呀 說你沒有腦 你真是沒有腦 你吃素那些是有錢人玩的 他們吃驗了山珍海味 想換一下口味 有些人呢 就是吃得太多 身太重 怕死了之後呢 飛不上天 所以呢 不是吃點青菜呀 豆腐呀這些 比較舒服 容易飛上天的嘛 唉呀 唉呀 真是有這樣的事啊 啊 老菜呀 不要理他呀 我們言歸正傳 你呢 一家之主來的嘛 這個時候呢 就應該拿出一些 做老公的威嚴 說不給食素 就不給食素 啊 他敢違抗呢 你休了他 什麼啊 老菜要休妻呀 唉呀 更加省錢了 我扔 唉呀 這樣不是很好吧 為了這件事 就把我老婆休了啊 阿蓮香跟了我這麼多年啊 他沒有功勞啊 也有苦勞啊 我只是不想他太過迷信而已 所以才想辦法阻止他呀 怪事啊 蔡嫂呢 言歸在他們鄉出了名 再說呢 人家吃醉又不是什麼過失來的 你教人優妻呀 過分點 唉唉唉唉 我摸個口快快說漏口而已 老菜 你別當真啊 唉唉 唉呀 唉呀 算了算了算了 誰不知道你這小子呀 山草藥說得出來的 唉 今天我找你來 你這小子呢 就是知道你這小子的小子多啊 蛤 幫我想個小子好嗎 唉 搞破壞呢 我就最聰明了 只不過 現在肚子兇兇的 想不到辦法的 行 小姨 來來來來 來來來 快點快點啊 你們想吃什麼呀 有什麼好吃的 儘管拿出來 有有有 我立刻做些素給你們吃 蔡嫂 蔡嫂啊 你做什麼呀 老夫人是你呀 你是不是來買菜的 你究竟做什麼呢 告訴我吧 那天 我聽了法師的開示 和你的教誨 我就決定 誠心吃素唸佛 多好啊 誰知道我丈夫不單止反對 還全心破壞 有這樣的事 天桂 快點過來吃飯吧 快點吃飯吧 你在這兒幹什麼 快點坐下來吃飯吧 哈哈 哈哈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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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香啊 你也試試吧 天桂你太過份了 唉呀 蓮香啊 沒什麼所謂啦 試一口而已 唉 今天吃不到素呢 不要緊要的啊 我們明天再吃就行了 來來來 聽話啦 這個豬油啊 這個豬油啊 真的特別香啊 你試一口啊 來 試一口啊 來 試一口啊 我沒有騙你的啊 我沒有騙你啊 來 好不好吃啊 嘿 這樣就對了 來來來 吃塊肉啊 嘿 吃條魚啊 哈哈 你真的太過份了 我沒有騙你啊 好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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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香啊 幫我倒杯水啊 哦 嗯 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天桂你怎麼可以這樣做的 唉 你吃都吃了 還說那麼多做什麼呢 你 唉 反正你每天都要煮肉給我吃的啦 不是一樣上不到西天嗎 啊 告訴你啊 好像我這艇呢 每天吃肉的人啊 他沒有罪的啊 啊 那好像你這種啊 每天幫我煮肉吃的人呢 他才有罪啊 哈哈 吃啦 不要想那麼多啦 嗯 上言道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